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261期迷彩虎军情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 红牛露露 最近啊 一则消息真的把露露累到了 印度在其教科书中宣称 印度才是1962年战争中的真正赢家 此言一出 引得群众纷纷感叹 印度这是何来的自信 那好 今天露露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话题 关于62年那场战争的结果 地球人都知道 但抛开结果不谈 单说印度人这篡改教科书的不要脸精神 就真和脚盆有一拼了 那么 印度这迷之自信的根源在哪呢 1947年 印度终于互得了独立 当时印度就哭着喊着要做大国 虽然英国走了 但爸爸留下的志向与挖出的坑 印度都将其很好地继承了下来 当然这也包括咱家门口的那条迈克马红线 而在如火如荼的不结盟运动中 印度正是领头者 因此其在国际上声望颇高 也正因如此 西方开始对印度狂摇橄榄枝 而苏联更是直接进行工业援助 帮助印度发展经济 这一时期 印度年GDP总量已超400亿美元 更是获得了四面八方的援助 军事领域 印军当时规模已超过60万人 不少部队都被英国赶着上过战场 特别以陆军第四师第七旅为首的部队 更是被视为王牌 德义日法西斯的哪个部队没见过 号称打遍欧亚精旅 在1961年 更是凭一己之力 收复了葡萄牙人控制的古阿地区 此时 印军已然感觉战神附体 然后呢 然后在1962年 找茬的印军在咱家门口被PLA血虐 号称精锐的印军 被我们像打兔子一样撵得满山跑 场面十分壮观 虽说被打成了那个熊样 但印度总觉得在气势上不能输 因此 一位印度兰博就被包装了出来 体现印军的英勇无畏 报道中称 这名士兵在战争期间 独自一人使用步枪与轻机枪 对抗300名解放军 并且还得到了两位姑娘的帮助 这报道看得露露一脸问号 什么鬼 整个作战期间 我军共牺牲772人 如果按照印度的说法 一个人单挑我军300人 那么难道其他的印军都是猪吗 而比印度兰博更假的还在后面 他得了两位姑娘的帮助 且不说这战火纷飞的前线哪来的姑娘 但是这战争加英雄的桥段 再配上美女 露露就感受到了一股保莱坞神剧的气息 要不要再整一段欢快的歌舞 比起媒体的睁眼胡说 印军更直见 他们认为这场战争是解放军搞偷袭 PLA一脸蒙圈 不是提前两个月通知你做准备了吗 结果印军满眼含泪 我们要开会讨论 要拜神 要电视辩论 批准开销至少得五年 你们只给两个月 就是你们的不对 关于这种神逻辑 露露表示已笑云在厕所 还有更牛的 说其实62年印度军队已经准备在阿萨姆平原 与解放军决战 但没想到中国军队在11月就先溜了 没给印军展示实力的机会 还顺带感叹无敌是多么寂寞 然而我军用一种关爱的眼神看着印度 表示 真的吃不惯咖喱 也不想与你们共饮横河水 而最近 欢乐的印度将脑洞升级了 露露就曾在美版直呼上看到过类似的问题 什么印度如何打败美国 印度可以打败土耳其 印度怎样对抗英法联军 甚至是印度击败俄罗斯的可能性 美帝更是笑而不语 而英国更是觉得这个逆子可以放弃治疗了 俄罗斯表示 你军队70%的装备都要找我买 说这话 他不是想体会花式打印的效果 但印度人却是乐观的很 毕竟我们买到了世界各国的先进装备 不过按照印度沾边烂的属性 那摔起来没完的飞机 陆军的各种猴板坦克 海军一群坑爹的舰艇 还有那沉迷布朗运动的导弹 换谁也不敢自信成印度这样 曾有人和露露说 印度的国际环境很好 对此露露也深调同意 毕竟卖给印度武器 真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 这生意哪个国家不乐意呢 但你知道吗 印度军购被坑可不是按次数计算 而是按年份计算 想知道印度究竟被坑了多久吗 微信搜索迷彩虎 关注和回复印度军购 了解详情 印度在近几年的发展 可以说举步维艰 2016年 其GDP总值仅2.2万亿美元 仅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 国内民族矛盾 宗教冲突 还时不时因为玩地图炮 而出现暴力事件 种姓意识根深蒂固 文盲率占总人口的近50% 而类似问题 中国已经在建国之初慢慢地解决了 也难怪有人会感叹 印度与中国的发展差距 中间差的是一个毛主席 奇葩自信 反映出了印度与实力 严重不符的野心 现实的发展的种种不足 让印度只能保持着 所谓的自信来迷惑自己 打铁终究还需自身影 想要真正的自信 就必须拥有真正的实力 节目最后 推荐一款看新闻能赚钱的APP 作为福利 每天没事打开浏览新闻 即可获得金币奖励 金币自动兑换现金 超过30元可提现 现在注册还送2元现金红包 您还可以邀请好友帮你赚钱 每邀请一个好友 图获得2元佣金 好友的每次阅读 将送您20金币 好友越多 金币收益越多 大家可以到手机应用市场搜索 玩头条 开始看新闻赚钱之旅 点赚钱之旅 进行 试图